另一方面因为参与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 辩方好不容易争取到其中15人保外候审 但没想到律政司随即提出了司法复合 因此这15名被告必须继续扣押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就狠批 审讯根本是在折磨香港民主自由 这几天的审讯除了折磨所有的被告 家属朋友在折磨争取民主自由的香港人 大民间人权阵线呼吁大家 坚持自己的信念 不要放弃民主自由和公义 昨天第四天的审讯一再因为技术问题而拖延 直到晚上八点多 法官苏惠德才批准其中15人保释 但是基于律政司要求司法复合 法官强调依照香港条例继续扣押被告 不过律政司必须在48小时内处理复合案 另外民主派议员陈敖辉的妻子狠批审讯缺乏公平公益 他作为家属这四天的审讯却不能进入主审的法庭旁听 只能够在其他的法庭内透过转播见到自己的丈夫 而这对被告和家属都十分不公平